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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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肖县博物馆的考古队 有两件陪葬瓷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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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发掘区 但没想到 刚开始的发掘工作 进展得并不顺利 在刚刚下挖到40到50厘米时 探方内就发生了严重的试水 这些水是因为南边的防洪沟 水位比较高 导致探方里面有大量的积水 所以我们只能先对发掘区的探方 进行抽水作业 水抽干后 队员们在满是泥浆的探方中 发现了一处特别的墙体遗存 它并非由砖头累疚 而是由一支支的瓷碗残片 以测桩的形式排列拼接起来 形成了瓷墙 它会是什么建筑的遗存 为何不用砖头而用瓷器来构造呢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处房屋的墙体遗存 但特殊之处呢 它是用测桩的碗 累成了这个墙体 等于说呢 用碗代替了这个砖头 或者是石块 作为这个建筑材料 天下竟然有瓷器累旧的房屋 这些房屋的主人又是谁呢 随着考古的深入 队员们很快在房屋遗址内 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只见一支支完整的瓷碗 整齐地倒扣在地面上 形成了规整的正方形 中间还留有一个凹坑 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相同瓷碗 且摆放成如此规整而特别的形 很快 考古队发现了 另一处瓷片累旧的房屋遗迹 在房屋内部 同样是一支支完整的瓷器 整齐地倒扣在地面上 不同的是 这些瓷器不是瓷碗 而是高足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意思的是 在瓷器累旧的房屋内 除了这些瓷碗和高足盘 并没有其他生活用品 显然这些房屋 并不是古人居住的场所 那他们有没有可能 是祭祀仪式的遗存呢 在队员们清理这些瓷器时 却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瑕疵 有的可能是因为 胎没有做好 导致烧成之后 有断裂的情况 再有的是又没有烧出来 就生烧了 还有的是装烧的时候 这个织丁与下面的器物 有粘连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些瓷碗和高足盘 其实都是烧制失败的瑕疵品 在考古发掘中 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祭祀先例 再结合现场出土的大量瓷片 队员们认为 这里除了墓葬可能还是一处古代摇场的遗址 这让队员们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很快就能看到一个古代的摇场 这里会有怎样的遗存呢 经过数天的大局 队员们在距离房屋十几米远处 发现了一面十到三十厘米高的红烧土墙 但墙体的两侧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一侧浅 一侧深 队员们判断 这意味着两侧受到火焰炙烤的时间和温度不同 队员们判断 这是摇场的摇炉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发掘 这一座摇炉的全貌终于呈现出来 它是一座长约四米 宽约二米的弧形的马蹄状建筑 而这正是典型的摇炉遗迹 俗称馒头窑 虽然这座馒头窑的保存不是很完整 但队员们还是辨别出了功能区的构成 这个摇呢 它保存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火塘 这个火塘是下线式的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构上讲的话 它是这个马蹄状腰 摇床是放置烧制披建的地方 在整个摇炉中占的比例最大 这面近似扇形的部位为火塘 即点火与头柴的燃烧室 你比如说火塘 它是深火的位置 温度最高 一般呢 我看到的情况是 颜色呈青灰色 而且能看出明显的流化状态 而到摇壁呢 摇壁的内侧 也是与火接触比较多的地方 温度呢 比较高 所以颜色呢 就会比较深一点 然后摇壁往外 随着温度的这个降低 它的这个土的颜色 也会慢慢变淡 至此 大家一致认定 这里的确是一处古摇场遗址 由于地处萧县欧盘村 所以专家们将这个摇址 称为欧盘摇 在考古工作中 瓷器是考古专家们进行断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器 不同的时代 瓷器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 从品种 器形 文饰等多方面 可以帮助专家们 对发现的墓葬或者遗址 进行断带 比如 三彩瓷是唐代或者宋代的 青花瓷是元代或元代以后的 焚彩是清代的 专家们将采集到的各类瓷片 逐一分析比对 发现这些瓷片的年代 有早有晚 但基本都停留在随代和唐代初年 这也证明了欧盘摇的烧制年代 从随初开始延续到了圣唐时期 在这次考古工作中 共发掘出一座墓葬 一个窑场 那么 墓葬为什么会出现在窑场里呢 那些残刺瓷器 为什么会整体地摆放在一起呢 有专家认为 这些残刺瓷器之所以摆放在这里 并不是为了展示 很有可能是就地取材的随手利用 我们认为呢 它应该是与量坯相关的 我们知道这个瓷器 它这个拉坯成功之后 它需要有一个晾干的过程 而通过我们发掘的情况来看 当时的房子是没有很好的铺地的 这个铺地砖这些东西的 然后呢 我们觉得这些倒扣的碗和高桌盘 它的上面呢可以放木板 持工拉好坯的这个刺坯 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可以风干 也就是说这两处房屋都是摇厂的作坊 摇工们为了量坯 将这些残刺品随手累放成了置物架 在摇厂里发现了两个作坊区 却出土了一座摇炉 所以队员们认为 欧盘摇应该还有一座摇炉 深埋在地下 果然 在不远处的探方里 队员们再次发现了 红烧土的遗迹 而且发掘结果出人意料 最初呢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是一座摇 但是呢 通过后来的发掘 在一个探方里面 我们就发掘了四座摇 而且在整个发掘区内呢 我们接受了六座摇 而且呢 这六座摇 是分出两个不同的发掘区 由此可以看出呢 欧盘摇在当时 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在这约1400年前的隋唐时期 欧盘村曾拥有一个或者几个 大型的烧造瓷器的摇厂 对于摇厂的发掘 暂时告一段落 专家们将关注点 锁定在了摇厂里的墓葬 和墓主人身上 这个墓主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摇厂成了 他的葬身之地呢 没有文字记载 没有物质 信息来源极其稀少 考古队又将如何探索 这约1400年前的秘密呢 为了解开尸骨的身份之谜 与生活密码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与中国科学院 南京大学合宿 在体制人类学的范畴 展开了科技考古的检测 与分析 专家们首先采取了 碳14测粘法 来对骨壳进行检测 所谓碳14测粘 是根据碳14的衰变程度 来计算大概年代的 一种测量方法 所有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 死了后 它身体里面的碳14的含量 就会逐渐的衰减 科学家就可以利用 它的半衰期 对样本进行年代上的 测定和判定 用碳14做这个测粘 该个体的死亡年龄 应该是在公元534到公元644年 这个点上 那么我们从考古学上 去对这个墓地 做了一个大体的 一个相对年代的鉴定 应该是在水末唐初 碳14测粘的结果 和专家们从瓷器判断的年代 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墓主人生活的年代 正是距今约1400年的 随末唐初时期 而这个时期 也是瑶厂的正常烧造的时期 那么它为何死后 会被埋葬在一处 正在正常运转的瑶厂里呢 有人推测 或许 它的身份是瑶厂主 但专家们发现 墓主人的两件陪葬瓷器 都是普通的日用词 并不显赫 如果它是瑶厂主 应该不会用这些普通瓷器 陪葬 与此同时 体制人类学的专家 对墓主人的骨骼 进行了病理观察 从整体上看 这个个体还是比较出壮的 我们拿起一根骨骨 右侧的骨骨 我们看到它这个积极极限 非常的发育 说明它附着的肌肉 非常的强劲 这跟它的重体劳动 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 墓主人生前 应该是一名体力劳动者 从这点上看 它应该不属于富裕阶层 另外我们还发现 它的冰骨上 还有骨刺 部分的胸椎 还有腰椎 有一些骨子增生 这个也是根据 长期负重劳动 有一定的关系 以此判断 墓主人的骨骼 因为常年的重体力劳动 还发生了病变 这也并不符合 瑶厂主人的 社会身份特征 那么 葬在摇场里的 体力劳动者 会是什么人呢 我们从骨学方面去看 就是从骨骼上的 一些特征上去看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个体应该在生前 从事了大量的 繁重的体力劳动 或者是某种运动 我们推测呢 他可能是一个工人 或者是一个工匠 病理观察 让专家们 找到了 墓主人生前的身份 他正是 这座窑场的窑工 这两件简陋的 陪葬瓷器 或许就进入过他 生前劳作的汗水 专家们继续检测了 尸骨的古灵 他们发现 这位姚公死亡时 年仅45岁左右 他为何会在壮年时期 就去世了呢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骨骼上 没有找到一些 这个致命伤 或者是某些致命的疾病 所以说呢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推测 它是 是不是因为某种 外力的原因死掉的 我们还是推测 它是经过了 大量的体力劳动 或者是运动 积累了一些慢性疾病 然后导致他的死亡 也有专家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由于古人的寿命 本来就不长 所以年离世的情况 并不罕见 我们知道在古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是比较短的 人生其实过来西马 这位姚公呢 生前是在姚长工作 所承担的体力劳动 是比较繁重的 所以我们认为呢 他的死亡 可能是跟他的 这个身份有关 生前承担了太多 繁重的体力劳动 清代曾在江西地区 坐过支县的沈家征 曾在姚明行礼 描述过姚公的 悲惨生活情景 历史冲枯长 不敢问鸡酒 清代张素黄的 景德镇竹之词 也有过类似的描述 人工禁欲批房贵 半为王多半病多 可见即便在清代 姚公们的生活 也是非常艰苦的 更何况 生产力远较清代 落后的隋唐时期 姚公的生活应该更加艰辛 运用现代检测手段 专家们已经解锁了 这具尸骨生前的诸多信息 年代 年龄与社会身份 但科技考古的神奇之处 不止于此 专家们还提取了 这具远古尸海中的密码 为我们讲述出 这位古代打工人 生前的生活经历 体制人类学的专家 通过分析骨骼中的 稳定同位素 判断出这位姚公 生前吃过什么种类的食物 普遍而言 自然界的植物 根据光合作用中 二氧化碳的固定方式不同 可以分为碳3和碳4两类植物 碳3类代表性的植物是水稻 碳4类典型的是素 薯和玉米 专家们通过分析骨骼中的 碳氮稳定同位素 便可以知道姚公生前 到底是以碳3还是碳4类植物 为主食 以此可推导出更多的 有价值信息 在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里 人们的饮食习惯 受地域影响极大 所以判断出个体生前 以何类食物为主食 就可以推断出 其生前是生活在中国的南方 还是北方 更为神奇的是 通过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 专家们不但可以推断出 这位姚公在去世前吃了什么 还可以追溯出他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食谱结构 根据研究 人体的骨骗在不断更新 但更新速率存在差异 所以专家们只需要提取多个不同部位骨骼的同位素数据 就能分析出该个体死亡前的食物来源变化 即可能的迁徙活动 例如牙齿从童年形成后就一直处于恒定状态 那么通过分析牙幼稚的同位素比值 就能推断出个体小时候的饮食习惯 骨骼中的化学组成完全发生替换 至少需要十年 所以骨骼中的同位素比值 代表着它较长时间前的饮食习惯 而肋骨距离位较近 更新速度只需二至五年 所以肋骨的同位素比值 代表了它死亡前一段时间的饮食习惯 那么从这个稳定同位素上去分析 我们提取了它的牙齿 它的肢骨 包括肋骨 不同地方的骨骼 代表它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么一个生活史 也就是说 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 专家们可以揭示出 这位古代遥工的生活史 迁徙史等神秘信息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 这位遥工很可能并不是本地人 而是从异乡迁徙而来 所以才会事后无归处 只能就近埋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我们认为在它去世之前 很有可能它在这里是没有亲人的 所以它的工友 就把它安葬在它生前的 这座窑场的厂区附近 而从它的随账品的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它就是当时 欧盘窑所生产的产品 但这种推论是否准确呢 通过科技考古的研究 体制人类学学者们印证了这个结论 但是从牙齿的这个序列的对比图上 分布图上去看呢 它小的时候有几次大的波动 一个是从零岁到两到三岁 一个是从三岁到九岁 还有一个是从十四岁到十六岁 这个笔值的变化呢 是比较波动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推测呢 有可能跟断奶有关系 有可能跟营养有关系 这个更多的呢 我们认为是经过了多次的迁徙活动 因为它的小米的收入量逐步增高 所以我们推测呢 它可能有一个多次的 从南向北的这么一个迁徙活动 也就是说这位姚公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或是因为社会动荡 或是因为自然灾害 这位姚公为了生存 自幼便远走一乡 但幸好他还有着致死的遗己之长 最终在萧县欧盘村的遥厂 谋求到一份工作 并定居下来 那么我们发现呢 它的肢骨和肋骨的同位数的比值呢 相对来说比较趋同 那么我们推测呢 大体在它的死亡之前的十到二十年 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环境 显然 这位姚公在欧盘姚工作的这段时光 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稳定时期 虽然再也不用四处漂泊 但常年累月的高强肚体力劳动 也让他积劳成疾 最终克死他乡 死后他被工友们就近草草埋葬 直至约一千四百年后 才在历史的偶然中被我们发现 目前国际生物考古界 一般是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 研究高等级牧丧里的国王 贵族等人群的生活史 很少探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史 所以专家们对欧盘姚这具尸骨的研究 也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这具在萧县欧盘村发现的古人尸骸 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古代普通工匠的 漂泊的人生 那么在约一千四百年前 这位姚公最后定居的这个姚厂 究竟烧制过什么样的瓷器呢 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家们对欧盘姚出土的瓷器和瓷片 进行了分类五整理 他们发现 欧盘姚所烧制的瓷器 以清又瓷居多 但也有一部分白瓷 中国的制死业 至唐代时期 基本形成了南清北白的格局 也就是南方煮烧青瓷 北方煮烧白瓷 可早在隋代 欧盘姚在烧制青瓷之余 已经在探索白瓷的烧制技术了 而这正是无数和欧盘姚牧主人 相同命运的姚公 为了生存汇聚到这里的结果 他们所带来的南北方的制死技术 让欧盘姚的瓷器品种 在隋代就表现出 南北融合的特征 欧盘姚所处的位置 正好是南北瓷叶交流的 一个重要通道 北方白瓷记忆的南船 和南方青瓷技术的北船 都要经过这里 所以欧盘姚纸的瓷器的生产 体现出了南北交汇的 这么一个技术特征 专家们发现 欧盘姚所在的山谷盆地 是烧制瓷器的绝佳场所 它盛产高领土 木材充足 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条河流 倒流河 可以确保瓷器成品的运输 但奇怪的是 欧盘姚的出土瓷器 及其残片 只有隋唐时期瓷器的特征 被盗流河两岸进行田野调查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竟发现了四十多处瓷窑遗址 也就是说 从隋到原时期 这里的制瓷叶兴盛了几百年 欧盘姚只是其中 最久远的一处窑场 我们去萧县 主要是沿着倒流河 去寻找这些赤窑脂 并且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发现 发现很多窑具 瓷碗 瓷片之类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窑具 瓷碗 瓷片 能够进行断代 了解这些窑场的创造年代 和飞行年代 在距离欧盘村四千米的 白土镇老文化馆门前 队员们更发现了一处 奇特的瓷房子 它的墙体全部由瓷片和摇棒 砌成 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白土镇农民自建的房屋 据当地村民说 这些瓷片都是村民们 在地下挖出来的 这也是数百年的致死繁荣 给这座小镇遗落下的 斑然隐葱 至今在白土镇的道旁路口 仍随处堆积着各种碎瓷片 随手捡起擦去泥土 碎瓷片仍旧胎质细腻 又色缤纷 透过他们仿佛看到了 当年白土镇的炉火旺盛 摇烟连绵 由于地处萧县 所以这些摇厂 有了统一的名字 萧瑶 但当年的萧瑶 究竟有着怎样的繁盛之貌 它新盛的产业背后 又藏有怎样的历史之谜呢 萧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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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土镇的炉火 赏